我們昨天總共確診了21,577位 本土的病例 那跟昨天在之前一天比較起來 是稍微有一些的下降 那跟之前上個禮拜五的 22,983例的話 是降低了6% 那這也是我們持續維持 我們國內本土病率持續下降的一個趨勢 但是這下降的速度 現在開始漸漸都在慢下來了 那境外移入的病例有292位 那比起昨天還來的增加了一些 那死亡病例 那有54位 跟昨天的基本上差不多 來到了 瓶水 那是 它是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